Hello, 隨著更新的出現 史坦再拍下三角刺手機版的短篇攻略 今次泰學府是6月27日更新中的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遊戲模式 因為隨著泰學府的出現,會有軍團戰的出現 軍團戰亦會有其他玩法提供 泰學府會提供陣營的選擇 而陣營和陣營之間亦有雙刻和雙衝的效果 這次陣營的出現其實目前是十個層次 而透過大學府的升級層次會開出不同的陣營 你看到它的數字上不是想像之中那麼誇張 譬如說不是升級層次就會加10% 可能眼見都是1%,2%,4%、3%的調整 但這個陣營是套落在六隻武將裏面全部生效 而當中譬如說震旗或者我們怎樣可以拿到這些震法的方法 就不在這條影片說了 這次泰學府的出現又提供了10個新的陣營給大家選擇 而當這些陣營上雙刻和雙衝究竟差多遠 又或者對撼上來的時候差多少呢 就真的要實戰過才知道了 快點升泰學府先 衝等級層次又好 太多資源帶著他打仗危險的 先按下泰學府上升了他 情況就像寶物當日推出一樣 先升了 到時要升級層次上來 到時要提升震法上來 都不用再等10個小時、20個小時、30個小時 才升到一個陣營 好嗎? 請留意隨著更新之後開放的陣營 軍團戰的短編攻略 因為這個系統是挺好玩的